哈喽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IOH個人經驗分享平台 首先呢 我們要先感謝HPX社群創辦人蔡明澤先生要送給我們的一句話 就是面對多變的未來 記得要保持好奇與勇氣 這會讓你獲得更多的樂趣 那這是我今天所要講的目錄 有包含自我介紹 還有我的學校長庚大學 跟我的科系機械工程學系 還有我值得印象深刻的課程 還有課外活動轉系經驗 跟我的心得與收穫 那首先我要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做流星語 你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跟天上飛的流星語一樣的音 但是它的字可不同 所以請大家不要寫錯字 我是刀不留 天上星星的心 國語的語哦 非常的好記 那再來是講一下我的個性吧 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首先我一定要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說我做事情前一定要知道為什麼而做 像是選學校啦 轉系啦 或者是要不要考指考啦 我一定要先去想過說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對我來講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那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資料準備之後呢 我才會去理性的分析說我要不要去做這個選擇 那再來呢我也是一個喜歡照著遊戲規則玩的人 例如說剛剛我有提到學測跟指考到底要考哪一個 那其實他們兩個人的遊戲規則不太一樣 那其實就像我們玩遊戲一樣 我們一定會先搞清楚這個角色到底是哪一方面對你自己比較有優勢 那其實學測跟指考也是一樣 當你已經定立自己的目標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想一下說那他的遊戲規則適不適合我來獲得我要的結果 那再來是我有經過這些思考之後 我有做了一個轉系的決定 然後我本來是從電子工程學系轉到機械工程學系 那這個轉系的經驗我後面會詳細的跟大家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那再來就是我看別人從外表看我就很像是一個貌似不按牌理出牌的人 其實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是電子系的 然後剛剛說我轉到了機械系 可是我現在在機械系卻是在電子構裝實驗室 那一般人就會覺得說你明明就是電子系的 那又轉到機械系最後又跟做電子相關的 那為何不留在電子系呢 那後面我就會講到說電子構裝真的是電子系 可以做的嗎 難道機械系不能做電子構裝嗎 那這我後面也會有詳細的講解 那再來是我是一個喜歡學習不同領域的人 就是我喜歡修不同科系的課 不管是電子系機械系 其實我都並不排斥 雖然可能有比較喜歡的部分 但是其實都不排斥跨系選課 甚至是管院的課或是醫學院的課 我都喜歡嘗試未知的領域 最後我覺得我會成為一個喜歡攻城掠地的人 意思就是說我喜歡站穩腳跟之後 再慢慢去涉略不同的領域 一步一步的站穩腳跟強壯自己 然後呢不是像招山牧師一樣 而是學完自己的領域之後 再去慢慢的跨領域去學習別人的領域 就可以學習到更多方面的東西 那我拍這個影片的主旨 就是為了讓學弟妹更了解長跟機械 那長跟機械的課程非常的廣泛 就學習到一般認知以外的機械應用領域都有 所以跟大家想的傳統機械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那現在就要介紹我的學校啦 我的學校就是長跟大學 那老一輩的人或者是不太知道的人 就會一聽到就會說 哇好厲害喔 你是要當醫生嗎 其實並不是喔 因為我們的學院系所總共有 一公管三個學院 共有十八個科系 也就是說不只有醫學系 像我的機械工程學系 就是隸屬於工學院的學院 所以大家不要再一聽到長跟大學 就知道就以為他是念一的囉 那再來是我們學校的周邊環境 那人家就會說長跟到底是在林口還是在龜山 因為其實大家一般稱為林口長跟 但其實長跟大學是位於龜山區的山上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的位置 還是隸屬於桃園的龜山區 而不是新北的林口區喔 那再來就是有車比較方便 其實這句話在每個學校應該都通用 因為其實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當然會比較便利 可是在我們學校的話 這個地方會更為明顯 因為車程到最近的商圈 大概要約15分鐘 那如果你騎車到台北市去的話 大概要40分鐘 這還只是騎車的部分 那就更不用說用走的 可能就是一個小時起跳 那因為剛剛所說的我們的車程都需要花15到40分鐘 所以在中午休息時間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時間出去外面吃 外面的食物的話 那學餐就是你的好夥伴 因為對我們來說 在短短的休息時間的話 大學與科大的學餐之外 還是學餐 這也是我們能唯一的選擇 那再來就是學校風氣與特色 我們學校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特色 就是我們擁有全台公認CP值最高的高級宿舍 然後呢 它是號稱五星級飯店的宿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有獨立乾濕分離的獨立衛浴 然後還有個人的廁所 而且是四年全包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像別的學校一樣去抽宿舍啊 或者是去牆啊 或者是去外面找房子啊 而且它我們一個月 我們一個學期的宿舍錢 比任何私立學校的宿舍錢還要來的便宜 那再來就是爬坡運動身體好 也就是因為我們的宿舍雖然很高級 但是呢 只要每每天都必須要爬252階的好漢坡 從宿舍到我們學區 因為剛剛我說到我們的學校是位於山區 所以其實我們的宿舍區跟學區 是有隔著一座山的距離 所以必須要爬252階的好漢坡 那男生的宿舍 因為男生的兩個宿舍都在好漢坡底下 所以男生必須要爬四年 而女生呢 如果第一年住下面覺得不習慣的話 第二年可以搬到上面的女生宿舍 所以女生至少要爬一年 那再來就是長庚因為位於山區 那離市區的車程又有點距離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適合念書的好地方 也就是是一個好山好水好讀書 沒有什麼外部誘惑的一個好地方 那再來就是要講 介紹我的科系啊機械工程學系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機械系到底在學什麼 其實我們的課程規劃裡面包含五大力學 熱學電學以及各種實驗課程等等 那其實當然不只這些 但是這算是我們裡面最代表性的幾項課程 那以我來說我覺得力學是機械系之母 就是對力學沒興趣的高中學弟妹可能要深思 你適不適合念機械系 那什麼叫做力學呢 其實我們有五大力學 就是靜力學 動力學 材料力學 流體力學 熱力學 這五大力學 那簡單的來講 其實只要跟力有相關的東西 都是我們在修的 不管你是看得到 看不到 感覺得到 或者是比較感覺不到的力 反正只要跟力有關係的 我們都會去學到 那很多學弟妹就會問說 那我到底知不知道我自己喜不喜歡力學呢 我的建議是 你可以參考高中的物理課本 它裡面有什麼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啊 碰撞啊 或者是 一些彈性非彈性啊 月球運動之類的 那都是跟力學有關係的 所以 如果你對這方面 比較沒有興趣 或是比較 不能去理解它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適不適合來當一個機械人喔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科系的必修比例高 也 相反的就是 選修的 機會會比較少 因為必修都佔了大部分的時間 所以你的選修如果 沒有好好選的話 你可能會沒有時間 在四年內把課修完 所以你的選修必須要好好的去審慎思考 說你的興趣到底在哪裡 要選哪種選修 來幫助自己更深入的專業 那再來我們大一大二幾乎沒有選修 也就是說你在大三的時候才會有 比較多的選擇 那其實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不用煩惱 你大一大二大家學的都一樣 然後也就是所謂我剛才所謂的五大力學 那你需要先打好基礎之後 再發展興趣 先把力學打好 才可以知道說 我到底喜歡哪一部分 那再來我們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專題報告 那這個專題呢 也是一個發展自己興趣的一個機會 因為就是我們機械系的必修兩學分的課分上下學期 那你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實驗室去學習如何做研究 然後找那個你覺得有興趣的老師跟著他一起去學習說 我要怎麼樣做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研究啊 然後怎麼寫報告啊 最後要有一個小小的發表 那再來就是我們還有一個大三的暑期實習 那這個暑期實習呢簡單來講就是暑假去公司當小員工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有疑問說 那我一定要去嗎 啊這個就是一定得去的啊 為什麼 因為這次也是一個必修一學分 然後呢這個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體驗學術與業界的差別 就是你學的東西在業界到底用不用得上 你可以去體驗一下 那人家就說那我公司要怎麼找呢 其實不一定要自己投履歷找公司 因為像我剛才說的如果你在專題的時候選擇的老師 他有一個合作的公司的話 你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基本上都可以跟著老師的合作公司去做一個實習 那你也可以自己尋找 所以其實這方面自由度也是蠻寬的 那就有人說我想要去國外實習 那只能找台灣的公司嗎 其實剛才我說這個自由度蠻寬的 所以其實系上也有提供屬其國外實習的機會 那像我們今年就有人去日本啊 新加坡啊這些地方做實習 然後如果你想要自己找的話 也要你的指導老師同意 那他同意你在那邊受一個讚 你才可以去自己找國外的實習工作 所以其實這方面的話討論度也是蠻寬的 那再來是系所資源 就是我們的師資是非常優良的 我們有來自各種名校畢業的博士 而且不僅僅是只有機械工程畢業的教授 所以我們其實研究領域很廣泛 簡單來說 舉例來說 我們有牛津大學資工系畢業的教授 他不是機械工程系畢業的 但是他一樣對於機械工程領域也有涉略 而且他的專長是在資訊工程方面的 那也有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教授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研究的領域是非常廣泛 不僅限於傳統的機械 那再來是我們的設備完善 就是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工廠實習的機台的設備 是非常的足夠讓大家去使用的 而且有很多研究時所需要用到的機密儀器 我們學校也都有幫我們準備 例如像是什麼光學顯微鏡啊 或者是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啊 或者是像是一些看金像的東西啊 那些東西都是我們學校幫我們準備好的設備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機械工廠的設備 包括有什麼高速車床啊洗床啊專長啊 CNC加工啊這些 就是等如果有學弟妹有興趣進來的話 就可以使用到這些器具喔 那再來就是我們系上也有所謂的五年一貫 那人家聽到五年一貫就是 難道是大學要念五年嗎 其實當然不可能啦 因為如果申請五年一貫是大學要念五年 就沒有人要念啦 所以什麼是五年一貫呢 我們五年一貫可以稱為學塑學成 就是如果你在大學的前三年表現良好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課可以在大三 或者是剛升大四的時候 就把大學部的課修完的話 你可以申請這個五年一貫 那你申請通過之後 可以在大四先修碩士班的課程 那你就會比別人同屆的人少一年畢業 在碩士班畢業拿到碩士學位 那五年一貫好處就是 早一年拿到碩士畢業之外 還有學雜費的優待 例如說你申請五年一貫的話 你的大學第四年跟碩士二的那一年 這兩年你的學雜費是比照公立學校辦理 因為我們是私立學校 所以本來是私校的學雜費 它會以公立學校所辦理 所以會變得比較便宜 如果你要申請五年一貫錢 我建議你還是先上長庚大學網上去查詢 會比較準確 那再來就是有人會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想要申請五年一貫 只僅限於學雜費或者是早一點拿到學位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是一個不擅長考試的人 因為大家其實知道長庚大學算是私校排名 蠻前面的學校 那如果你要考外面的研究所的話 大概就是往台清教程方面去考試 那都是就是很多人去擠幾個名額 然後呢非常的不太非常的不容易 那對我這種不善於考試的人 我會覺得 那我寧可待在熟悉的環境資源會比較好找 我也對老師比較熟悉 而且如果我跟著老師 專題的老師的研究 我有興趣的話 我也希望研究可以一氣呵成 那再來大家就會問 最想問的就是那機械系畢業能幹嘛 你的未來出入是什麼 那其實機械系的路非常的寬廣 像據我所知機械系就可以做傳統產業啊 醫療產業啊半導體產業等 所以其實只要你學有專精 你的路是非常寬廣的 那傳統產業就不外乎 剛剛有看到說工廠實習裡面 你的車床洗床 你就可以拿來做車工洗工焊接等 一種傳統產業方面的加工 這就像是這就是車床的示意圖 那就是把圓磅的金屬然後拿去做 用車刀拿去做加工 然後洗到你想要的尺寸 然後這是我們所謂的焊接 那非常常見就是把可能把兩塊鋼啊 鐵啊然後用焊接的方式把它接在一起 那這都是屬於傳統產業的加工 那這是機械系的最基礎的老本行 那也算是一個傳統型大家對機械系的認知裡面 可以所做的工作 那再來就是醫療產業 由於我們常跟有常跟醫院的合作 所以我們系上的教授有一些 也是跟醫療方面有合作相關的研究 那像是古丁設計耳科醫療方面 那人家就會說古丁跟耳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剛剛有說到跟力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都可以做 那古丁設計就是如果把一個古丁打進病人的骨頭裡面 那他這個古丁的承受的力量夠不夠 會不會讓骨頭又偏掉或者是又散掉 或者是古丁會不會造成骨頭的損傷 這些力的分析也是需要機械系的力分析來去設計 那耳科醫療方面就是 其實我們有一些像是振動學啊 超音波方面的研究 那跟耳朵方面所要設計的 如何去跟耳膜共振之類的研究方面 也可以應用在耳科醫療上面 那再來就是半導體產業 其實半導體產業就不外乎半導體的設備啊 製程工程師 因為其實做半導體也是需要有機械來去製造那些半導體 所以其實半導體的機械是機械系可以做的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那再來後面這個是封裝測試工程師 那其實這個封裝測試工程師大家可能會比較不了解 那剛好我這次進的實驗室是電子勾裝實驗室 所以其實我後面會為大家再講解怎麼樣做封裝測試 為什麼機械系可以做 那再來就是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也就是說你不好好修可能會後悔 第一個就是材料力學 其實剛剛材料力學我在五大力學裡面就有提過 那他就是一定要好好修的重要力學之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未來的研究材料強度可以或可靠度方面啊 或者是你要跑一些力的模擬分析的時候 材料力學都是你設定那些參數的重要理論基礎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設計他的最大破壞的力量是多少啊 或者是他什麼時候會變形啊 或者是這個材料到底要怎麼樣去設計才可以讓他比另外一種材料還要來的可靠的話 那都是材料力學裡面的重要理論基礎 所以你這個如果不好好修的話 你未來去做分析或模擬的時候 你會很難去設定那些參數說我到底要怎麼樣才算是合理的 那第二門課就是機械設計 為什麼會對這些為什麼會對機械設計印象深刻呢 因為他就是我覺得它是我第一個實際去設計實體的機器 那他裡面就有一個小專題製作 就是你要把理論跟實際所結合 那題目就是會走路的機器人 這是我這次的題目 那我剛才說把理論與實際結合呢 就是你要所學的力學分析加上繪圖技巧 然後製造出這些食物 就是你先把圖繪好 然後呢再運用你的力學分析 把你想要做的機器人給建構出來 然後呢最後再使用程式去驅動它 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像我現在投影片上面看到的成品 這就是我們這次做的四足機器人 那學完這門課我真的就是有一種學以自用的感覺 因為第一次大家團隊合作 然後一起把理論上的東西跟實際應用所結合 然後做出一個真的會動的機器人 然後會讓我覺得就是自己學的東西其實是蠻有 就是蠻有用的 那第三個就是電子封裝概論 那也是我進這個實驗室的最大的原因 那人家就會問我說 這是機械系的課嗎 不是電子系的課嗎 其實我們要先講什麼是IC封裝 其實它就是一個半導體製程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流程 那這句話好像有講等於沒有講 那我就以製作Pizza來比喻 就是電子系呢它如果是在半導體製程裡面 它是做這個Pizza上面的配料 包括鳳梨要切多大塊 然後香腸要怎麼烤 或者是說上面的胡蘿蔔要用多少量 這個是電子系所要在製作上面方面所需要去設計的 那我們機械系學的構裝是什麼意思 是當電子系把這個Pizza製作好之後 然後切割好之後 我們要把它放到Pizza盒裡面去 然後去測試說這些Pizza盒送到指定的廠商手中 它會不會閃掉或者是壞掉 或者是Pizza會不會變得比較不好吃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去測試這個Pizza 再把它放到盒子以後它的可靠度有多少 那五個Pizza送出去之後會不會五個都是好的 還是只有一個是好的 那這就是機械系所要分析的力學方面的 覺得說外面給它的力量會不會造成這個Pizza所損毀 所以其實呢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就是 跟力方面有關係的都是機械系可以去涉略的 那你就是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多方面的運用機械觀點 然後用機械系的直覺去看不同的問題 就像封裝大家如果你沒有機械系的直覺 你可能會覺得說那是電子系做的 但是其實封裝這種東西就是也是看可靠度 那可靠度的話就是看力的分析啊 或者是一些硬力的分佈啊 那都是機械系可以去涉略的一個部分 那不只封裝這個方面 那未來如果遇到很多很多跟力有關係 然後會造成破壞毀損的東西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機械系的直覺去看它 看這些不同的問題然後去解決它 那這樣其實機械系的路是蠻寬廣的 那除此之除了這些課內的課程之外 我也有一些參加一些課外的活動 那像是我參加過長更中友會 那人家就會說啊這是台中人才能參加的話 我不是台中人怎麼辦其實並不是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台中人 那我們長更中友會的主旨就是想要有家的感覺就可以來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加入中友會 然後呢你想要覺得說你家住比較遠 假日沒有回家的話可以一起來跟我們取暖啊聊天啊 或者是打桌遊啊或者是一起出去玩啊 反正就是只要你覺得中友會是一個你想要有家的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來參加長更中友會 那人家就會說那中友會除了這樣還有什麼活動嗎 其實我們活動還蠻多的 因為有什麼夜遊啊 那夜遊就是大家在剛開學的時候會舉辦一個大型的全校夜遊活動 就是在校園裡面玩遊戲 然後再來是社考 那社考呢就是大家一起去烤肉去烤肉 然後出遊就是大家一起去一個兩天一夜的出遊活動 然後再來是返鄉服務就是我們會回到 呃台中的偏鄉的小學去幫忙做一個 跟小朋友玩一個寓教育樂的活動 然後最後呢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育樂營的活動 那我就會說什麼是中友育樂營 那對我來講我會推薦你 這是一生一定要參加一次的活動 那就是說什麼是育樂營 那育樂營就是兩天一夜在育幼院的感動旅程 喔這個講起來可能有一點懸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這次去的育幼院 它是在桃園私立的牧祥育幼院 那人家就會說育幼院是不是孤兒院 其實育幼院不是孤兒院 這裡我要打破一個迷思 就是育幼院的小孩它是有父母的 只是不適合照顧他們 他們的父母可能抽菸喝酒打架吸毒 就是法律認定他們不適合照顧他們的小孩 所以他們的小孩才被送到育幼院 所以育幼院的小孩是有父母的 只是他不適合照顧他們而已 所以育幼院不等於孤兒院喔 這要跟大家再次強調 那我去那邊跟他們育教育樂 其實我覺得我從他們那邊吸收的 反而比我給他們的還要多 因為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被迫的成長 對他們來講最可靠的還是自己 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有自己的父母 有自己的親人可以依靠 所以有時候難免會小小的耍賴 或者是小小的想要耍廢一下 可是對他們來說他們除了自己 他們沒有別人可以依靠了 所以不管他們是國小一年級 到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在我看來他們的心智年齡都比我還要成熟 所以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學到了一些成長 學到了一些成熟 那對他們來說 其實最簡單的一句話 卻是一種奢望 例如說爸媽我需要什麼東西 那這個對我們一般來講也許很簡單 反正只要回家一趟就可以講到這句話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有些人可能 想都沒想過 或者是想要但是永遠得不到這句話 所以經過了這兩天一夜的旅程 我覺得是感動的方面就是 我覺得應該要知足感謝 因為跟他們比起來 我們真的幸福很多了 覺得手機沒有用iphone 或者是說電腦沒有用一些高階的幾何新的電腦 我們就在那邊挖挖叫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擁有的資源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們更應該要感謝給我們這些資源的人 然後為自己設定一些人生的道路 不讓幫助我們這些人 不要去擔心我們未來的方向 那再來就是我要分享 我剛剛有說到的轉系經驗 那這個轉系經驗也是 就是在我參加過這麼多的營隊啊 跟思考這麼多的事情之後 我給自己未來的一個重新定位 那大家會先跟我說 轉系是不是很難啊 其實音各科系的不同 轉系的要求也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你真的有轉系的考慮的話 你進來長坑大學之後 你可以查詢長坑大學轉系辦法 那我這一屆的話 我從電子系轉到機械系的話 大概就是要面試或者跟成績審查 就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聽說醫學系方面 可能還要有一些考試 所以大家還是需要去Google查詢一下 長坑大學轉系辦法會比較準確 那再來是說我為什麼會想轉系 電子系跟機械系不是都是理工科系嗎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對我來講 因為電子工程學系我只學了一年 我就覺得我想要去轉換我的跑道 所以我只能說大概把我的感覺跟大家分享說 電子工程學系大概就是在學半導體 光學跟訊號方面的東西 那這對我來說是比較抽象的 因為我其實看不到電子真的在跑 或者我看不到訊號真的在發出 可是你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把抽象的東西具體想像一下 你可能會比較好了解 可是對我來講這部分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看我真的看不到電子在跑的感覺 所以其實大家就是可能可以體會一下 我現在講的這種感受 那再來是機械工程學系就是在學就是力學啊 熱學啊 材料啊跟自動控制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是生活中比較常見的 舉例來說 你覺得一張桌子它放一公噸的東西會被壓壞 還是放一公斤的東西會被壓壞 應該是放一公噸的東西會被壓壞 也就是說力量越大 這個東西越容易壞 這是非常的common sense的一個東西 那這對我來說 這讓我覺得說 這我在生活中比較容易常遇得到 或者是說你用玻璃的材料比較堅固 還是你用鋁合金的材料比較堅固 雖然可能應用在哪裡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如果你去做數學分析的計算的話 不會太出現一些讓你無法想像的答案 或者是讓你沒有辦法想像 它是怎麼運作的一個答案 所以對我來說 我從電子系轉到機械系 是因為我比較想要去做一些 我覺得生活中比較常見的一個分析 那再來是心得與收穫 那經過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的心得與收穫就是 第一個我一定要先深思熟慮 就是每一次的轉換都不要讓自己後悔 不管是考資考或者是轉系 都是經過自己的審慎 然後問過自己之後 我就會深思熟慮完 然後就一定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就不會讓自己後悔 然後再來是要堅持自我 就是你只要深思熟慮完之後 只要下定決心計畫好的 那你就要堅持到底 不要管別人說什麼 因為你的未來別人不用負責 所以一定要堅持自我 那最後就是不要畫地自限 其實下面這句話就是追求卓越成功自然就會跟著你 你是出自於三個傻瓜裡面的那個籃球說的 我非常喜歡這句話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反正我的能力就是到哪裡 我的能力就是到哪裡 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你不應該去追求數字上面的成績說 我一定要考到90分 我一定考不到60分 而是你應該要去修課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想老師為什麼要教這些東西 他希望你從這門課裡面可以學到什麼 那你去追求這方面的卓越就是 我只要了解老師希望我了解到哪裡 那老師的題目自然就會出的 讓你能了解說原來老師要我了解的是 這一個方面的東西 那他你的成功自然就會跟著你 所以再次勉勵大家千萬不要畫地自限 而是要去想想教你的人 他希望你學到什麼 那最後我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那很感謝IOH給我這次的機會 可以跟高中的學弟妹來分享我 這在大學三年的經驗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